来看一下解决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要造条桥 这条桥由这边连到中心宇宙的造条桥 这样就可以信息互通、资源互通 尽快地把地球上的问题解决掉 外星经过地球上的那个信息的时候 也知道这个地球上确实很难搞 因为人与人之间 互相都是沟通不上的 不像外星人之间互相能感应 一有什么想法就感应到 关键问题的地球人之间就是你骗我我骗你 互相不能感应嘛 每个都是一个消解的整体 每个都是消解的整体 都是互相在消耗能量 互相在斗 不像这些人骑心鞋地做事情 这就很要命的事了 那么现在怎么样把它统一起来 统一起来把事项拉到同个地方 就通过大条桥引领 引领 直接把事物引到同个地方去 引到同个地方去 再进行改造 然后再发生共争 慢慢慢慢 用共争的方法 把人的思想统一上去 统一上去 统一上去 然后慢慢让互相之间能感应到 来逐渐把恶消灭掉 或者把恶转化成散 如果能改造的就改造 不能改造的只能就消灭了 不能突累 方案已经制定出来了 就是按这样的方法做 按这样的方法做 现在 中心仪泽和康尔座在这边 不断地在进行连接 进行连接 这个地球的未来 就靠我这边 靠我这边 也就这次 说到底 机会难得 说不定就这么一次机会了 千百年来 也就找了这么一次机会 能够畅通的沟通 以前都没碰到过 都很难很难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一定成功 一定能成功 也一定要成功 也一定能成功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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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